四七桶耶 好像還有一些喔 還有三張還是兩張 七...七...餅 三張 你看 豫章習慣把這個槓尾牌往... 這個往左左前方斜推對不對 我以前啊 我... 我外婆教我打麻將的時候 因為她教我的方式是 你槓牌的那邊要把一張牌放到上面去 就是老人家的方式 習慣 避免有一張被漏摸到 沒看到 因為有些人其實 可能求快就是說 他可能假設今天 假設蛋糕哥是我的上家好了 那他可能 有人碰了一張牌 你有沒有摸那張牌之後 你就直接給他放到海底那邊 反而變得不知道說那張牌到底是哪裡 會...會有... 因為你不會把它歸到最原始的定位 不會像你說把他靠在一起對不對 就隨便放回去而已 像我的話我也會都把它放到上面 讓別人知道說就是這張 但是...可能要建議小寶 放三樓是不好的 你雖然提醒了大家 但是如果...我摸牌如果掉了 是不是我這麼不算 對... 那你為什麼要放三樓給我摸呢 雖然我摸是我的責任 但是為什麼他會在三樓 也是... 對不對 所以放在一樓是最好的 像你說的 靠得很整齊 很清楚的讓別人看到就好了 靠到三樓的 我通常會請他放下來 因為... 不要放那麼高 對...因為掉了真的 到底算誰的 一定是算我的 但是我心裡一定會怪 你為什麼要放三樓 麻將就沒有三樓這個東西啊 他原本就沒有 真的耶 這邊失簽 那以後我會改掉這個壞習慣 不能說壞習慣 只是給小寶一個建議 因為你去想想 如果別人放三樓 那掉了 或是你放三樓別人掉了 別人跟你argue 你會說這是你自己拿掉 你不小心的啊 但是別人回你 你為什麼要放三樓 你怎麼回他 麻將就沒有三樓啊 還是我們排的是兩 二樓的麻將 就是會減少一些爭議 會避免你的好心 被雷去打到 被侵了 對啊 我們好心要提醒大家 結果被吊的人去指責 少文聽六九柄 詩謙聽五八條 五八條 五條是去年就四歸一了 對 那一張聽 四七柄 現在變少了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五 六 本來就只剩三張了 現在剩兩張了 四條 退一條 退一條啊 還底有一嗎 排被壓死 可能二條碰斷 那也要打 那也要打四條 退一條 對啊 畢竟你可能 防對對嘛 變一條 其實一張都有出來 一條件一張是不是 還是下架跟打的 四七柄跟五 八柄 好這邊選擇了 因為沒牌了嘛 我們這邊選擇下次 就是 那為什麼 不把五條槓一下 對啊 讓牌更少啊 對啊 這是一個 小細節對不對 也不是說你完了 對不對 哇 他怕人家海底啦 是這樣嗎 誰怕人家海底 豫章怕少文海底 蛤 太厲害了吧 你才是真的預言家 你槓了 如果槓上次花不就沒了嗎 雖然我們沒有去算 剛好沒有花了 但是 這個牌如果是四千摸了 你不就會悶死了嗎 對啊 沒錯 少槓一張牌嗎 好那這邊 少文 哇 用摸的連到 抓到這個 臉三的豫章 我們今天都有大連裝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什麼 安全下裝 這回事情 你都已經收錢了 還要讓你安全下裝 哪有可憐啊